來,你幫我介紹剛剛這個聲音連動模式 我們在影像模式裡面有建一個開關 是連動聲音模式 那這個的意思就是我們現在在影像模式 影像模式可以連動聲音模式 可以把它打開或是關閉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代表的是說 我們有發現到很多消費者 他其實買回家便是只會調影像模式 不會去動聲音 大部分的人比較少會去注意到聲音這一塊 所以這個代表的是我現在HD 我現在在標準模式的狀況下 聲音會在標準 那當我直接把影像模式切到劇院的時候 我們預設的會跟著 聲音模式會連動到劇場 OK 那如果我現在直接調的是聲音 那個畫質也會跟著變到 不會 因為它是影像模式去連動聲音模式 你調了聲音模式之後 它不會去連動你的影像模式 OK 那你再重新切了影像模式之後 它又會再回到原本應該對應的 預設的音場模式 好那我再問一下 聲音模式標準就是標準 那劇場的話是加強哪些 劇場的話是加強環繞音效 環繞音效 最主要是環繞音效 跟低音 對低音的部分 所以聲音會比較有立體感 好你再把那個選單切出來 那個音樂呢 音樂就是會比較降低 重低音 那會是中高音的部分 因為樂器 主要是以樂器為主 讓它節奏更清楚 預設在音樂的部分 就是我們這邊連動到 遊戲的部分 遊戲因為現在我們在Netflix 沒有辦法選 但我們有發現到說 就是遊戲 大部分的遊戲 都會有背景音樂 對 所以我們切到遊戲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預設到 音場模式會預設到音樂 音樂 就比如說你在玩賽車 或是三國無雙 它基本上 都會有背景音樂 OK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 我們這樣子設 你只要把 這個開關關掉 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定義 你自己想要的配動 OK好 那那個演講 演講的話就是 會主要是以人聲為主 所以 演說的話 它會主要是 譬如說像是 對白會比較清晰 它會 降低背景的音樂 主要是會把 人聲往前提 好像還蠻少會用到 演說這個 對比較少 那深夜呢 深夜模式就是 這個會把 TOTAL的 聲音往下壓 對 但是它保留了人聲 如果說你在看電影 或者是晚上在看 看 看新聞 但是你又不想吵到 其他人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它調到深夜 你可以發現到現在聲音 變得蠻孝順的 對 那從錄影間可以發現 如果去到劇場 他就會很明顯 可能要剛好人在講話 可能剛好是會有背景聲 對 因為有時候看電影就是 可能突然間會有人在講話 跟爆破 對 那就會很吵 對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們主要還是針對於 晚上使用 不想要吵到左右側 跟自己家裡面的人的話 可以切到深夜 它會把整體音量壓下來 但是你絕對聽得到人在講話 原本的聲音都會在 嗯哼 所以原則上也是去動EQ嗎 對 它去動EQ後面的參數 OK 對 好 那這樣還蠻方便 有沒有一鍵深夜 一鍵深夜沒有 沒有 對 可是我們有 遙控器上面有那鍵 影像模式 跟影像模式 嗯哼 所以你直接按一下 它就可以切了 嗯哼 直接壓它就可以切了 直接切 對 把快捷鍵做出來 嗯哼 對 好 謝謝謝謝 謝謝